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年底清北市长全许在即外传主席蔡英文指派幕僚向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征询出马小住议院,民进党议委苏巧慧经转达,针对此事,父亲以文训并作出回应。 民事新闻报道,苏巧慧表示,父亲听到这个消息,直接哈哈大笑,并称很高兴大家都还记得他,但他并未接获征询,也希望众人能够肯定参选的民进党立委乌宾锐,并替他加油。 苏巧慧指出,自己听到传闻,头先的反应是德,一头雾水反问,有吗?有这种东西吗?接着才说,没有这种事情,如果有的话,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记者又问,若总统真的希望征兆,院长是否愿意接受?苏提到,这种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也不是当事人,要我来回答,实在是有点困扰。 今天我也是看到媒体才知道,应该是没有吧?如果有的话,院长应该会告诉我吧,不用劝退啊,就循着正常的机制走,最后就会出现适当的人。